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学舞速度不是盖的 选手交一遍秒会 笑称又会了一个套路 王一博老师在跳舞方面很有天赋 这一点还有人不信吗 最近的这就是街舞舞里 王一博老师跟着选手学了一边breaking 马上就掌握了 他很谦虚 说自己又会了一个新套路 选手都感慨 王一博的确不一般 第一个问题 王一博学舞速度有多快 王一博老师学习舞蹈的速度很快 这次他参加这就是街舞舞 也展示了自己的天赋 选手教学一遍后 一博跟跳轻松学会 还笑称自己又会了一个套路 选手们感叹 学得太快了 其实王一博老师学习舞蹈的关键在于触类旁通 融会贯通 掌握舞蹈的精髓和原理 才能很快学会 举一反三 你们懂了吗 这个学习速度 让其他选手自叹不如 只能感慨 队长就是队长 的确有两把刷子 第二个问题 王一博的舞蹈能力有多强 王一博的实力是最接近职业舞者的 无论是技巧 音乐理解 动作质感 都是顶尖的 王一博13岁参加了街舞精英赛 获得了16强 基本功是稳招稳打的 王一博现在的舞蹈功底很多人都比较认可他 王一博的舞蹈特别具有美感 有点卓尔不群的味道 在带队过程中 会努力放大发挥每个舞者的优势 超级优秀的Leader 比如这次跟着选手学习了新动作 他感慨自己又会了一个套路 显得很谦虚 爱豆系的天花板 粉红色的王一博 果然是永远的神言存在 必须给这就是街舞点个赞 这一天天的发花絮的节奏 掉足了胃口 也让我们欣赏了一番 什么才是爱豆界的神言天花板造型 王一博的造型啊 真是次次惊艳 次次都卡在了众人的心肩上了 这次扑捉一只粉丝系的小豹子 粉丝帽子一戴 酒红色的卫衣一穿 这粉不溜秋的模样 再加上王一博退去的高冷 软软糯糯的模样 哎呀 抱走的想法都有了 谁家妈妈这般会生 都二十好几岁了 居然还有种婴儿般的模样 难怪粉丝整天想着去抱回家的冲动 各种的立牌 扛着回家 刚开始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现在想来 确实有种冲动 去年粉色的套装系列 就深深的被王一博给拿捏了一番 今年又是一身的粉 这次是真真感受到了 萌化人心的节奏 小妖是控制住自己的 刚开始感觉海豹造型糊的 是一笔 给了非常大的差评 结果王一博换了一身形头后 我却无言以对 对此爱不释手了 原谅言直控 没办法不喜欢这个粉色的王一博啊 就是看着有点无语伦次的喜欢 这怎么办呢 谁不喜欢帅哥 谁不喜欢长得帅 又看起来可爱的帅哥呢 主要是杨颖啊 耐看的人 就是第一眼不觉得多好看 越看巴 越觉得好看 街舞这个吊人胃口的喧发策略 我是服气了 不想看都难啊 毕竟奔着王一博而来 自然是期待万分了 这几天频频更新 真是心急如焚啊 你能不能不要这般带节奏的吊人胃口 一次性来个痛快吧 刚发了新造型 一场武林大会的造型 让王一博跟自己的小暴行像撞了 都在说 王一博是个有仪式感的孩子 必须有自己的标志性指标 转过头 节目组就给了一个粉色系的爱豆装 我的天啊 你真的挺会玩啊 粉色系的装扮 可是把网友的心 一抓到底的节奏啊 去年的街舞 粉色系彻底征服了吗 粉跟姐姐粉 给了我们与众不同的一面 各种的图片中 粉色爱豆系的王一博 必然是最出彩的一次亮相 今年换了个发型 依旧给王一博一顶粉色帽子 果然粉色系出神言 这是毋庸置疑了 果然是应了那句话 打败王一博的永远是下一个王一博 别再说什么王一博胖了 粉红色的装扮中 哪怕你的奶镖撑开了 我们都要抱回家 孩子多吃点 没人会嫌弃你胖没胖 只在乎你吃没吃饱 有点小激动 不过没有关系的 粉红色的王一博 就是让人眼前一亮 与众不同的存在 粉色系的装扮 容易出神言 在王一博身上必然是屡见不鲜恶 街舞 街舞 王一博的街舞 爱豆丰的神言天花板 一波王炸 Boom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我们下期再见